小弟我今早起床就收到一個WhatsApp 就是一個我英國的朋友 問候你 問候一下 他又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近況 他就怎樣呢 因為我之前就中過 我當時也有跟他分享 昨天就輪到他了 他WhatsApp說到我了 終於到我 但他說中就不意外 因為他在英國那邊的朋友 基本上有12個都中了 有些都中幾次 都沒所謂 他又打了針 他說現在的病徵很輕微 但他說 令他關心的位置是什麼 就很不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年兩個星期 就有放三日假 現在來的這個星期就是 五一勞動節 下個星期就是佛誕 他的那個心態就說 我終於都明白 你那時候說的那種感覺 我現在中了 他說他為什麼呢 昨天開始 覺得喉嚨有點乾 然後有少許喉嚨痛 有少許痕癢 有少許聲音 不太好 有少許痕癢 他就說這個情況很久都沒有發生過 所以他就覺得好像有點不可 於是者就做過發速檢測 測完之後 我還未回覆他 因為他現在應該是 類似那些 剛剛起床 我待會才跟他說了解 但他就說 初七的時候 就沒事的 他就說 好像只有一話 沒事了 沒有很開心 然後就打給他媽媽 沒事了 但大家忘記了 有時候那個檢測 你要等他一會 對嗎 你好像說等 其實最正確的做法 對 如此 跟他媽媽聊天 聊天的時候 沒事了 等等 那裡有一條很淺的 不知道是不是 他正在出來了 閃靈 死火 這些就是拍定首先 拍定首先 一定是B 誰知道 他現在弄兩條給你享受 現在就說 應該是剛剛確診 但他就說 現在的病徵 就非常輕微 普通的 不算是傷風感窩 他就說有點頭痛 鼻鼎鼎鼎 作病感覺 對 對 都沒有說感冒 然後他就說 科特我真的很明白 你之前的感受 你實際上現在中了 他覺得沒什麼 不過接下來就三天假期 他覺得很不值 為什麼你不給我 因為英國很棒 英國那些 如果你中了 你就在家 然後就照出糧給你 總之是星期一先做 他說他認識朋友 星期一中 整個星期不用上班 照出糧 我現在三天假期才來中 他們都三天假期嗎 對 他們五一都可以放 總之他說幾天假期 他們都是 他就覺得很不值 現在 虧了 虧了給他 所以這個就是 他中的是什麼變種還是什麼 現在最新有幾隻 暫時他就不知道 因為你發出檢測 你都不知道 什麼 但是 講起這個變種病毒 還有一宗消息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就 稍後 應該有疫情記者會 每天都繼續開 但是從昨日來計 昨日 就新增413宗的個案 這也不是重點 其實都看到它開始回落 但是裡面發現了一宗 2.2 B.A.4 或B.A.5 這個 其實我們之前有說過 在南非裡面很流行的病毒 例如說 昨天星期四南非那邊 爆發的病毒裡面 有七成的人士 都是中了B.A.5 為什麼要這麼注意呢 就是因為在南非的人士 絕大多數的人士 已經是中了 中過 以及已經是打了疫苗 以我們理解 你中過有抗體 打疫苗也有抗體 南非大部分的人都打了針 然後他們也很多 還中了 但是現在發現 這隻B.A.5 你打完針也好 或者你中過有抗體也好 都不要緊 因為它會照感染你 因為昨天的個案裡面 有七成在南非 都是這隻B.A.5 而昨天回來香港的四十歲男子 已經是接種了兩針的復必泰 正正是上星期六 由南非 回來香港 經過多蝦 對 沒錯 所以就很問合 應該就是在南非那裡 走進來了 究竟接下來的第六波 我們叫做 會不會就是這隻B.A.5 那當然希望沒有 因為現在它就是說 你打了針也好 或者你中過也好 不怕 它照樣是會攻擊到你 我想誰到電影 D.A.5 沒有關係 D.A.5 純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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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但是 但是目前相信這隻的病毒株 就不會導致嚴重住院 又或者是死亡率 即它的殺傷力就不是那麼厲害 暫時是這樣 暫時就是這樣 它除了這個B.A.5 也有我們叫做B.A.4 有兩款 但是暫時香港 就是B.A.5 兩種輸入的個案 明白 希望它不要真是第六波 即是把得那麼厲害 那些 希望守得住 因為現在說到 它的傳染性有一個新的境界 B.A.5 之前都已經說 這個是誇張一點 也有報道說過 這個B.A.5 所以大家的防疫意識都要強 就是HAPPY FIDAY 也有WEEKEND 真的做生意那裡很可憐 我食肆樓下的茶記 他也說 他開回晚上夜市之後 雖然說十點鐘完 但其實他們都差不多收工了 就算他長開也好 他說多了夜市出街 他自己整條街都生光了 整個辣店的生意都不同了 就算你不是做食物 你買手袋也好 買鞋也好 剛才有人出夜街 如果你再來的話 真的不能承受 現在呢 雖然整個市道 或者是那些人 就多人出街 多人消費 但都未回復得到 沒錯 而且我也有出去了解一下 那些店舖的轉變 因為他們都先看定些 你看到某些店舖 都是八點鐘關閉的 還有一些 維持他們 早就早 沒有那麼多 早開 還有看人家的習慣 因為你始終經歷了一段長時間 大家都習慣了 沒有夜市了 有些人很開心 可以出街吃飯 但有些人 我都習慣了 我都習慣了煮 我都習慣了兩頓飯 我都習慣了兩頓飯 好像這樣都可以 所以就少了出去 養成了某一班朋友 新的習慣 可以說是 變相 其實你說市道 是不是真的 你看到街多人 但是市道 是不是真的有好了 我相信是有的 但都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 如果又再來的話 大家又辛苦一排 真的很慘 所以 防疫意識 是要保持的 這個始終都是 不要吊耳輕生 是真的不好的 是 我見到一些做GEM的朋友 因為他們現在開始 有些業界的朋友 之前看的訪問 就在說 如果 現在我們叫做4月 都快到5月了 去到今年年尾 你仍然都可以 讓我們繼續做生意 那應該我們可以 應該是可以回來的 是可以回到的 可以的 你試試做多兩個月 對 你突然之間 來過第六波 你再封 那這樣 真的死得了 就真的 還有科豆 經常都希望 酒吧 酒吧 酒吧要開回來 這真可憐 他們真是首當其衝 每次都是 訪問新業界 都說 每次都是 不是我們開的 不是我們那樣 沒有我們群組 撿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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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街上 看到那些 獨家放售 陳小姐 什麼什麼 北京定產商 業主放售 那些牌 那些店舖 心都寒 大街大巷 你覺得那些店舖 怎樣都有人租 那些地方 都是會吉 都是這樣 沒有一幸面 你會見到心 我又想起 我去上水 上水一間圍康 去裝修 裝修完 賣酒的選項多大 你要去一些巨大 超級市場 才有這麼大的賣酒的選項 我喜歡喝酒 我會見到很開心 但可能是因為 那些酒吧現在都關閉 所以變成過多賣酒吧 對 它會整大些酒櫃 讓你去看 Anyway 我們都是向好看的 希望市場盡快好 大家多出來消費 沒錯 意識 星期一勞工價補價 我們星期二再見大家 祝大家假期快樂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